我要向大家传达一个很悲愤的消息 今天我郑重的给大家宣布巴黎的房租和物价都已经涨了 我房租的话我现在因为是在临时的一个居住地 然后我是想去等我的摄影期过了之后 就搬到一个更三样眼的地方去 然后因为目前我的一个13平米14平米的一个房子 我大概一个月的话是1100欧元 很想一个13平米的房子1100欧元 这个在巴黎 其实还是在巴黎的实际区已经靠近实际区的郊区了 所以他这个房价的话应该是会很离谱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发现就是在跟房子里边聊的时候 他们会尽量的找各种的理由去把你的房子往上提 比方说巴黎他不是说每一个区每一个街道里边都会有 最高的一个房价就是一个租金的价格 然后房东其实他们现在一个套路就是他会给你各种的掰扯 就是你看我这个床是新买的我这个各种东西都是新买的 我这个房子还有说是新装修的还添置的什么东西 然后我这边暖气费了什么这样的水费了电费都已经涨了 所以给你掰扯各种的理由去跟你去把房租往每个月可能涨大概是100欧到300欧这样的区间 所以你如果现在在巴黎找房子的话一定一定要多比较 然后尽量不要被就是房东这边就是给让他们把房租这边给加上去 你可以先多比几家说多对比几家对吧 另外物价的话我今天就发现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 你想我今天是去那个Lidl里买东西 因为你如果对法国对欧洲这边情况懂的话 你知道就是说在法国的话应该superU是最贵的一家超市 其次的话就是说像什么Mondephi然后加勒福这样的超市 其实价格也算已经算比较高了 但是跟superU比的话还是会低了一点点的 但是我去Lidl这样的便宜的超市或者是穷人去的超市 我现在就是穷人了 我去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去看的法棍 法棍我记得我以前去Lidl买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根法棍大概是50分或者说70分 他现在已经直接涨到大概是99分了 这个涨幅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大好的 另外他其他的那个食物的价格你想 你想以前我大概住在14区的Cité 就是那个Cité Université这样的一个时候 可能也是两年前了 我买一只这种整只的那个白杆机 大概就是说是5欧元到6欧元 现在就已经直接涨到8欧元了 我就想Oh my 现在已经实在是5欧元实在是5欧元了 所以你如果在巴黎的话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预算 控制好自己的钱包 除了被偷之外 还要会被各种的超市抢 还要去被房子里面 在从你的钱包里面再挖一点你的你的钱 另外就是最近巴黎还有一个大新闻 对于巴黎市民已经算是大新闻了 就是巴黎地铁上出现了很多的臭虫以及床虫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床虫是什么东西 难道床虫就是我们国内的那种跳蚤吗 还是怎么着 反正弄的是人心惶惶 我见的是很多人去地铁的时候都拿各种的消毒剂 然后再往身上边边去喷 还有人就已经开始戴了口罩之类的 所以我自己的话倒没有任何的感觉 因为我也看不见了一些床虫之类的 但想起来应该还是挺害怕的 因为这边老鼠已经是横行了 还有的话有一些各种野生动物在巴黎已经安家了 现在还有一些臭虫还有一些床虫 哎呀我就想千万不要感染到我